加拿大这几年的移民捷径已经换到了法语通道 很多人评借法语就可以以极低的11分数直接移民加拿大 有多低呢? 如果不是法语通道,现在600分满分的情况下 520分甚至都不够,简直荒唐 而如果是法语通道呢? 只需要300多分 甚至是300分出头走安省的法语项目 这同样有些可笑 不过目前的政策就是这样 今天也不是来评价政策,而是来介绍政策 这样能直接移民的法语项目对法语的要求虽然不算是特别高 只需要等同于雅师6分的水平 也就是加拿大语言评价体系里的CLB7段 但对于很多需要从零开始学习法语的普通人来说 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立即考到的 特别是听说读写四门都要考 但其实加拿大还有一个神奇的政策 应该很少有人注意到 那就是可以凭借中等的法语水平 就可以直接搬你加拿大的工签来工作 一直以来都有不少人来问我怎么直接来加拿大工作 在不了解加拿大政策的情况下 很多人都以为是找到一个加拿大雇主就可以发offer 继而申请工签来加拿大工作 事实上大体流程的确如此 但是还有一个关键的步骤没有提及 那就是LMIA这个文件 我有专门做过一期说过LMIA是什么 这期就不再详细展开 大家可以简单的理解为 外国人在加拿大工作 一般来说必须有工签 这个很好理解 但所有的工签都必须有LMIA的支持才能申请 也就是劳工部要同意 然后发放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就叫LMIA 很多人想来加拿大工作都会卡在这里 绝大部分雇主都不愿意去申请办理这个文件 因为本地已经有足够多的人有开放工签 无需去办理LMIA就能直接聘用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觉得有点不对劲 会想到留学生毕业之后也是直接申请毕业工签 没有LMIA什么事 一些留学生配偶也可以直接申请配偶工签 没错 这就是关键 因为有很多情况可以豁免LMIA 毕业生工签 配偶工签都是如此 他们都有专门的豁免代码 而今天要说的另一个豁免代码就是C16 这里的豁免情况并不复杂 只需要两个条件 一个是法语 一个是工作offer 而这里的法语要求不是CLB7 只需要CLB5 而且不需要听说读写四门都达到 只需要听和说两门达到即可 简直是太友好太优惠了 还有更优惠的 对于特定人群来说 甚至无需有法语语言考试成绩 可以用之前读过法语高等教育的经历来证明 比如法语大学的毕业成绩单或者毕业证 而工作方面也很宽松 几乎是所有工作都可以 除了一些四类或者五类的基础农业工作 不过有一点是雇主不能是魁北克的 在其他省远程给魁北克雇主工作也不行 这里的缘由是魁北克的移民政策是他们自己制定的 联邦不能插手 还有不要以为要法语成绩就意味着工作内容需要使用法语 其实完全不用 法语只是提交申请的一个材料而已 工作中用不用法语都行 而且这个法语成绩只需要在初次申请公签的时候提交 之后续签也不用再交 所以法语满足条件 直接在加拿大找工作的最后一道难关就可以度过 不需要雇主给你担保公签 去办理IRMA费时费力 凭借知识的条件就可以直接办理公签 约等于是留学生毕业公签的待遇 甚至更好 因为毕业公签现在最长也只有三年 不能续签 一生一次 而这个法语政策的公签可以一直续下去 因为自己在加拿大有雇主有公签 所以配偶也可以办理公签来加拿大陪同 而且是开放公签 可以随意找工作 给任何雇主工作都行 当然只是来陪伴家人 不工作也行 这个政策其实之前一直都有 不过在2023年6月15日之后降低了要求 以前要求的也是法语CLB7段 而且工作类别也必须是零至三类 四类或者五类都不行 这个新政策已经出来了一年多 很少有人提及 所以我在这里专门做一期视频给大家介绍 能直接来加拿大工作 可以省缺大笔资金和时间 直接积累加拿大经验 最后还要注意的是 有加拿大工作不代表就一定能直接移民加拿大 移民有很多不同的项目通道 有工作可能只是其中的一个要求 还需要看具体的移民项目要求才能判断 不过有了工作 移民的概率是大大提高了 这个是真的 感谢各位订友和会员朋友们的支持 祝大家早日学好法语 早日移民加拿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